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来读一段有关信心的经文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一段我们常听到的经文 就是出自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常常为信心祷告 信心和行为是分不开的 有信心就一定有行为的表现 我们今天通过回顾圣经中 诸多位带有信心的人物 来了解什么是真信心 在创世纪记载的 亚伯和该隐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亚伯的信心 亚伯和他的哥哥该隐 都向耶和华献上贡物 该隐献出的是地理的出产 亚伯献上的是羊群中投身的 和羊身上最好的游脂 耶和华愿纳亚伯所献的 因为亚伯的态度 所以作者在十一章这里说 亚伯因着信 献祭于神 比该隐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 人就说话 以诺因着信 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在以诺被接去以前 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以诺被神接去之前 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 旧约圣经中 有两个被神接去 未经历死亡的人 一位是以诺 一位是猎王时代的以利亚 因为神喜悦他们 怎样才能讨神喜悦呢 第十一章的第六节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挪亚是一位 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 他凭着自己 对神话语的信心 反世道而行之 冒着世人的嘲笑 建造了方舟 结果神的话语 得到了印证 洪水来临之际 挪亚的信心 让全家得救 亚伯拉罕的信心 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信心之父 他一生中 有很多信心的行为 包括他完全相信神的带领 靠着对神的信心 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就遵命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 因着信 亚伯拉罕的太太 撒拉 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 还可以生出以撒 而老年得子的亚伯拉罕 因着信 居然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子 献祭给神 亚伯拉罕的信心 绝不是平眼见 而是对神完全的信靠 因为一切都来自于神 摩西是另一个 值得一提的信心典范 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有关摩西的这一段描述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就因着信 把他藏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命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就不肯称为 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 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 就守于月节 行洒学的礼 免得那灭长子的 邻居尼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 过红海如行干地 埃及人试着要过去 就被吞灭了 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 还提到了圣经中 其他信心的典范 比如基电 萨木尔 大卫等等 在这里 我们今天就不一一讲述了 我们现在来聊聊 什么是真信心 我们在生活中 怎样操练信心 谢伯来书第十一章说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就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 对未见的事有确据 我们常说 神为我们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真信心是凭着对神的信靠 就算暂时看不到 或者还没有得到 但我们仍然相信 神的应许不会落空 这才是真信心 但有这样的信心 谈何容易 我们怎样才能建立 这样的信心呢 我觉得首先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放下自己 就像之前 有一位牧师 在我们中间 传讲的信息一样 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才能有真正的成功 所以信心的建立 首先是要放弃自我 求神让圣灵来多方 引导我们 其次 我们要求神 透过各样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更多地经历它 没有一个人喜欢经历患难 或者挑战 但说实话 一个人一生 若太一帆风顺的话 很难真正了解 和体验人的软弱 和神的大能 一个人只有在经历了风浪时 才知道自己 是否有信心 有多少信心 和有怎样的信心 亚伯拉罕在线上 以撒那一刻的信心 是人最大的信心 那是全然顺服 全然交托 全然信靠的信心 我们常说 神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的盾牌 是我们的避难所 但我们若完全 没有经历过患难 又怎知这个帮助 盾牌 和避难所的意义呢 信心没有行为 是死的 信心的建立 若没有经历 也是不稳固的 我们只有在一次 又一次的经历中 才能真正知道 是谁在掌管明天 是谁在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并不是说 我们都一定要向神求患难 但我们一定要求神 让我们能够亲身经历他 神给每个人的生命 神给每个人的生命和经历 都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 所以我经历的 不一定是你所经历的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亲身经历主 而不是丰文有主 最后我们要尝尝感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有信心的人 一定是感恩的人 他一定会相信 神过去怎样带领他 走过高山和低谷 今天神的应许 也一定不会落空 我们不可忘记 神的每一个恩惠 反而要常常数算 神的恩典和作为 这也是可以加增 我们信心的武器 就让圣经的教导 要常常喜乐 不助祷告 凡事谢恩 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座右铭吧 求神帮助我们建立坚固的信心 让我们因着信 得应许 得圣 得神的喜悦 因着信 我们得到所望之士的实底 未见之士的确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